同舟共勉 愛家愛港大型活動 由七月起至今 透過一系列活動 向社會和全港市民傳遞 尊重、關愛、包容等正面信息 在閉幕禮上 以關愛一點Love at One為口號 貫徹整個主題 希望大家以實際行動 關心身邊的人 我覺得Refriend Befriend 這個口號是非常有意義的 但我們很多時候 大家就算是朋友之間看電影不同 會有些爭執 我們明白大家沒有什麼根本的矛盾 利益都是一致的 就算是Unfriend 都可以Refriend 我覺得人和人之間 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但我們仍然都可以做朋友 我想和而不同 這件事是十分重要的 你看到Refriend Befriend 最重要是Friend 大家都是朋友 一個和諧和開心的地方 有時可能會自拍一些照片 告訴他自己在做什麼 這些都是讓他放心 還有一些令他開心的方法 所以我現在都會用這些方法 來和媽媽溝通 怎樣去關愛別人 其實我們不需要想得太複雜 或者太艱難 真心去和別人溝通 或者總之花時間一起 一個香港 一條心 Refriend Befriend Love at one 一個香港 一條心 Refriend Befriend Love at one